头戴红色帽子身穿绿色上衣的王姓嫌犯 涉嫌杀害在台泰国籍仲介夫妻 震惊两国17号上午 在父亲陪同之下向泰国警方投案 之后警方追查发现其实凶手不止他一人 6月10日发现本案后 检察官及指挥警方专案人员 持续调阅监视器画面并进行交叉比对 发现疑似有两名泰国籍人士参与 检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主贤还雇用了两名共犯来协助杀害仲介夫妻 不过显然早有预谋 因为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 三名同伙全数搭击离开台湾返回泰国 检察官除已将该二人列为被告 并对其等住处进行搜索外 并已发出拘票且依法为入出境留置处分 凶残杀害自己同乡 还把尸体藏在后车厢 丢弃在高铁站后搭击逃逸 虽然已经向泰国警方投案 不过泰国政府表示会把嫌犯留在国内 等到所有在逃共犯 全数落网才会跟台湾警方交涉 未来是否有引渡问题 还是两边各自侦办 由于牵涉外交事务 恐怕短时间之内还不会有具体结果 近新闻 赵品达和科学员 采访报导 公司大明星期组合逾 并集中的写状 相对的你们认误 面子预定 明星期组合逾